欢迎茶会由旧总理事长吴正刚主持 回国出售的曹邦一千多人参加 胡理事长在茶会中主持 重重地希望曹颖曹邦分导同袖的见识 体验当前国家的情绪 不强不齐 奋斗不叶 在居留地对毛红分子坚强反击 彻底粉碎共赔的阴谋主席 曹邦代表柯子天 陈锦涛等人也在茶会中主持 表达了坚决支持政府的决心 这种护理事长方式 并且介绍了最近投奔自由的三十多位反击